这里算是我们的房间 欣欣 你真的在这里 我好想你哦 这些是我爱看的书 这是我的恒伟军团 原来你还想当总司令 你想起来 想起来是什么 你刚说的话 跟你第一次来我房间 说得一模一样 是吗 这么巧 如果你有事要忙 你不用彻底留下来陪我 你先回公司吧 怎么了 你是不是讨厌我 为什么突然这么问啊 我讯息都还没看 你就希望我离开 你跟奶奶跟恒达 一开始也是陌生的 可是后来都会比较好 只有对我 你一直保持一种智力感 是吗 就像这样 比起陌生感 我觉得 你更像是在抗拒我 甚至是排斥我 我有说错吗 你说得 一半对啊 但我不是讨厌你 我只是一看到你就感觉 感觉 感觉怎样 感觉不舒服 所以才不想靠近你 跟你交流 听你说话 就莫名不想听下去 我希望你少开口 我会这样 我想过 应该是因为 要跟你一起欺骗奶奶 所以我才会很不舒服 很烦躁 你不用担心 反正就剩最后几天而已 我会忍耐 最后几天 你会忍耐 是啊 几天很快就过了 说不定 公司真的有事情 需要你去处理 你赶快走吧 不要耽误工作了 我OK的 赶快走啊 欣欣 你刚刚也看到了吧 她的样子真的超吓人的 我到底哪句话说错 这个男人正难相处 还好你陪我 从认识她到现在 她就像是红豆面包一样 外面扎实饱满 内线却是柔软绵密 还带有一点 甜甜的滋味 巧克力豆面包 在甜丝中 餐有一丝苦味 甜苦中和 平常起来 让人久久难忘 渗入心灵 一命就已经做过了 还不打勾 反正就剩最后几天而已 我会忍耐 最后几天而已 最后几天而已 封密书 我要吃晚餐 我不要吃变的 帮我叫牛排 我还加两根冰棒 封密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